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贺德的教育理念就是 培养全球化的中国人 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 走到世界上去 有着很明显的中国人的烙印 中国人的特色 而这则是他们会赢得自己尊严的 一种很重要的方式 A節's Los Angeles 其中 语计划 What I think is very attractive about the HD schools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ir integrated Chinese curriculum Is very unique An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ff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teachers The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is also very innovative and unique And when you combine those You end up with a very unique model That's different than most international schools and again just the positivity of the staff it feels like a family the fact that they're willing to try new things and take risks I think that's really attractive as an educator I think because of the unique model we have here at Autos schools the type of children that will come out of our schools are going to be confid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ve students that are brave and have a global perspective I think the real strength for our school 都在人家里面,从孩子们来到每天都来笑, 愉快,充满期待,准备,准备了学习, 到我们的孩子们, 他们是这样的支持的社会。 教育们是超级的, 他们是高兴的, 他们是很高兴的, 他们很厉害为孩子们, 他们帮助学校的真心, 真感激和温度。 我一直强调我们的课堂, 学生要学会私会, 第一个就是会读书, 第二就是会提问, 第三就是会合作, 再一个就是会倾听等等。 整体活ayı学中的问题是很 Lang87-2013年 Bullet School 小学生再回 theater院, 我们能不能说美小学家也会一 diligently hype 好, 我们彼此都从对方的身上能汲取到力量 我们三个人非常的团结 这样我们把这个正能量让孩子们看到 给孩子以榜样的作用 在我看来铁三角之间的这个工作模式呢 是非常高效并且有爱的一种工作方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他们的生活中变成了一个改革的改革 我觉得赫德是一所既神秘又充满爱的学校 然后老师对小朋友也特别有爱 就是每天会给我们有一个小本本 然后小本本上面会写很多 小朋友我们在学校里做的一点一滴的小的事情 然后让我们很感动 赫德的这种教学模式和方式方法 它就像大学一样 它所有的课程在课堂里面 孩子们都是分组去讨论练习 然后一起去完成一个任务 而且它是完全是开放式的 我觉得赫德是一个 能够在孩子的这种人格的 这种独立人格塑造方面 能够去起到很大作用的一个学校 学校在很多课程上来讲呢 会去积极去引发和塑造孩子们自己的这种想法 然后呢把他们自己的那种独特的那种想象空间给激发出来 这个也是它在课程方面来讲比较特别的一个着眼点 孩子们很喜欢赫德这个学校 对每一天早晨的时候都是到校门口都是跑着进来的 对每天晚上在街的时候呢都是不愿意就立刻离开 都是要在学校多逗留一会儿然后才去走 我儿子今年五岁半 那他每天最想干的事情就是成为第一个进校的小朋友 以及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小朋友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其实内心都是一种小孩 这个是最重要的 出满了好奇心 然后用孩子的眼神去观察一切 用孩子的感觉去体会 我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把孩子放出去 不是在教室里学 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就寻找春天 秋天的时候就寻找秋天 然后呢用各种不同的春天和秋天的果实 来装扮自己的校园 和做出自己的美术的作品 和唱这样的歌 写这样的诗 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真好 这是我小时候特别嚮往的 我觉得老师特别爱孩子 因为你爱孩子才能走近孩子 你走近孩子你才能说服他 才能亲其时善其道 我觉得他来到这个学校对他的变化 他愿意 他那个变化让我们全家人感到惊讶 你知道吗 第一他回家爱写作业了 回家先写作业 自己忙着呢 好多事要做 就变成我想做作业 不是你让我做的 是我要做的了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 孩子喜欢上学了 孩子喜欢上课了 孩子喜欢学习了 孩子喜欢老师了 喜欢兴趣比努力重要 我们作为中国人嘛 毕竟是中国人 你对中国的文化一定要有了解 或者是深深刻的理解 未来你才能做一个中国人 所以呢真正打动我的这个 贺德的这样一个气质呢 就是他的中期文化的结合 那叫中国灵魂 全球视野 这句话真的打动我 我印象比较深 就是他每次回家之后呢 都觉得原来上学这么好玩 以前呢上学到 总觉得每天 哎呀又不想上学 又不想上学 现在就没有了 在学校的所有的体验 都是很开心的 我在操场上 每次看见孩子们 跟老师玩耍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幸福 我觉得后头老师 每天就让我印象很深 就是永远都是洋溢着笑容 这样的话呢 给孩子安全感 也给家长呢 也是很舒服 我们来也很放心 贺德对于孩子的教育 不仅仅是在头脑上 更重要的是一些品质 和心灵上的一些引导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我喜欢学校 我觉得像一个树 因为像树一样大 猴子像个猴子 很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很平静 很宽敞 很舒适 很安静 还有很幸福 我觉得在学校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然后呢我们的老师也非常温热 特别是上语文课 特别是上语文课 语文课的内容很好玩 而且语文老师特别喜欢任务 对 而且我们的语文老师会教我们一些关于地理的 我们特别喜欢学地理那种 或者写故事 因为我们特别爱写故事 所以我们喜欢上语文课 我长大以后想当一位艺术家 我觉得只要我当上了艺术家 我可以用任何材料 做一个关于世界的作品 然后拿到博物馆去展览 这样可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存在的意义 我长大以后想当一位天文学家 想发明一个东风一百号 拿去国庆恰奇去展览 我喜欢数学因为带着我们思考 让我们解很多难题非常有意思 我喜欢英语 就是我喜欢写那个fiction的小说 不过我nonfiction的还是得加强一下 我感觉那语文科目我也挺喜欢的 因为就是不是说光是纯日语文 比如说这个字怎么写 这个字怎么写 这还是比如说讨论到什么哲学的问题 比如说什么生命的意义 什么使命那样的东西 我以为数学英语都挺喜欢的 就是上课上了课程就讲的 讲的主题特别有意思 因为现在我们做那个自己做数学书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未来想做一个发明家 然后现在不是有一个话题 说那个人类得迁移到火星吗 因为地球肯定也会毁灭吗 我就想做一些前期的比如说准备 比如说大基地呀 那个发明一些航天器 几周就可以到达火星的一种仪器什么的 两个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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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ровать一些 每个智商 不停洗 一个智商 一样 两个智商 就而且 ' 给你 对 我的 moons 在两个交伙伴一起联系 对 贺德学校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学校 那里一些人感觉很快很轻松 但是贺德学校的知识也特别多 可是在贺德学校每一堂课 又包括着学习又包括着玩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学习知识 什么都不会长大了也当不了啥 做宇航员 我了解火箭和宇航员很多的知识都了解 就是因为我要去探索太空那些的 好多好多的行星 想看一看太空究竟有多大 因为老师都特别爱学习 就是像香蕉浇牛奶炸的汁 合起来很软很软 老师也是对我们很热热的角色 就是一所那种特别温暖的学校 为什么想在学校呢 因为我在学校可以给好朋友们快快乐的玩耍 我想和中国主席可以管理整个一个国家 我觉得他像黄色的孝日葵 赫德是让小朋友 因为赫德很心爱小朋友们 今天是神奇学校 对 有好多的魔法我堂着 对 每天下一次过外头前 藏着很多魔法 那个魔法会给我们堂火 有好多的魔法 有好多的魔法 他说 你也有好多的魔法 对赫德最终的一个期望呢 不是大家一说他哪个方面很突出 我希望赫德是一个真正的在重塑 中国基础教育的学校 我会希望他能够改变教育的生态 因为当我们的生态好了 一切就都好了 盼望着我们的每一个孩子 早晨醒来的时候 他想到的第一件事 哦天呐我又要上学了 多开心的一件事 然后呢 在一天的生活学习结束的时候 他会对一天的校园生活念念不忘 那么喜欢学校 并且在学校里得以快乐的发展 I read and write I pick, I pull, I fly a kite I open and close I touch my mouth I carry a slap in case it snows I look, I jump, I find a nest I trip, I fall, I need a rest From day to night I keep on the go I close my eyes to sleep Shh, tiptoe I close my eyes to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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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